都说打球手感很重要 手感到底怎么练呢 我们通常说一个人的手感好 指的是这个人在掌握了打球的基本技术动作后 能根据来球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动作 使球能合理地回到预期的落点上 这种调节能力就是我们常说的手感 那手感要怎么练呢 我们需要进行四步练习 一 控制力量 很多球友喜欢一上来就发全力 这样的扣纱虽然意识很熟 但很容易把动作打变形 因此我们刚开始练手感需要学会控制自己的力量 先练习打好多拼球 有一定的动作基础 开始练习发力时 也要在自己能控制得住动作的前提下去一点一点加力 二 控制落点 在我们有基础框架后 就需要开始练习有意识地去控制回球落点 很多球友找不到适合的练习搭档 主要原因就是缺乏稳定的落点控制能力 因此需要我们练习定点回定点 移动回定点 定点变线路 从左右变化到长短变化 让手上对拍形变化越来越熟练 这样我们在打到手上球的同时 也能打出稳定的球 三 防守练习 如果说进攻是我们对 极致速度 力量和旋转的追求 那防守就是我们对球更加细致的处理 练习盯住不同落点的进攻 能守住不同速度力量旋转的进攻 面对高质量的来球 能更加精准地调节手上的动作 练到近可攻 退可守 才是我们手感进一步提升的表现 四 同类球不同处理方法 在我们手上有了较好的感觉 对球有较稳定的控制能力后 就可以练习对同一种球采用不同的处理方法 做到可发力 可加旋转 还可根据对手的站位情况 来变化节奏和落点 这种变化 是我们手感练到极致的体现 上面我们说了练习手感的几个阶段和训练方法 但最重要的还是要练 再好的天赋 也熬不住时间的冲刷 沉下心来稳扎稳打 才能练出好的手感